1942年,中国结束了四年孤军奋战的抗战,在民意上成为了反法西斯同盟 与此同时,河南省的百姓因为一场旱灾没有了粮食 这天晚上,鸡鸽的农民汇聚到老冬家家周围,企图要口饭吃 老冬家一边小致疫情,一边暗中派长弓栓住,去县城报官 不料搬兵败露,这使前来吃饭的农民十分生气 很快,他们便扭打在一起 混战中,老冬家的儿子被人从身后扎中心脏而死 老冬家家里的粮食也被抢走 火燃烧了一整晚,老冬家诺大的家业变成了废墟 岳县长邀请李培基向他说明河南的旱灾 希望他可以在发救济粮的时候,多照顾自己管辖的地方 李培基却说自己是前来筹策军粮的 另一边走投无路的农民在抢往老冬家之后 纷纷踏上了逃荒之路 电湖下路给自己的女儿坐了一个简易的风车 他的媳妇花枝也穿上了出价式的衣裳 老冬家一家也带着粮食开始逃荒 李培基找到蒋顶文向他说明河南的灾荒 想解免河南因愁挫的军粮,却被蒋顶文回绝 李培基无法到重庆找到蒋介石想说明情况 但当他听到蒋介石日常处理的事务时 感到自己要报告的事情微不足道 逃荒第43天,夏露家的粮食早已吃光 他的老娘又得了重病 趁着夜色,夏露想将女儿卖给人贩子 给自己的老娘换口粮食抓个药 花枝听到声音醒来拼死夺下的女儿 老冬家不忍,从自己的粮食里挖出一碗借给了夏露 祸不单行,灾民逃荒的路上遇上了撤退的军队 他们抢劫粮食车马银前,还引来了日军飞机无差别的攻击 头弹结束后,血肉横飞,哀嚎遍野 老冬家的粮食和车也被士兵夺走 混乱中,夏露的娘被榴弹击中死亡 传教士也发现,自己所信任的主 不能在横飞的炮火中救下任何一个人 记者白修德到来还拍摄了许多照片 晚上,老冬家带着栓柱和夏露去偷白修德的驴 驴却在白修德争夺相机的过程中 被夏露一掌拍的瘦了惊跑走了 夏露四处寻找的过程中 发现露已经被国民党的士兵杀了吃了 就为了争抢一块肉,夏露被士兵打死在了锅里 离开了逃荒队伍的记者白修德回到重庆 顶住各方面压力发表了河南灾民的报道 出于舆论压力,蒋介石拨出8000万斤粮食用于震灾 李培基多方周全划定了灾区为玉北和玉南 已经逃荒到洛阳的灾民被堵在城门外 也领不到粮食 老冬家的太太抱着孙子死在了马车上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死正是解脱 大年三十,洛阳城门外 老冬家女儿星星用五升小米卖了自己 没有了星星的栓柱 无力地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花枝决定嫁给栓柱 让她在饿死之前有个媳妇 大年三十的夜晚 卖了自己的星星,被送到了妓院 她因吃得太饱不能弯腰伺候人 而流下难堪的眼泪 混着卑微的笑,扭曲的可怜 城外凄凉的栓柱和花枝 趁着别人过年的炮火败了天地 第二天一早 将两个孩子托付给栓柱的花枝 跟一个牛贩子走了 换来了四生小米 蒋介石拜见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学长张芳 张芳表示捐出一半家产 支援河南战役 这时的政府大张旗鼓的处决贪污犯 灾民却十分冷漠 反而费尽心思扒火车 好不容易爬上了火车的栓柱 却因为睡觉丢了孩子 无奈之下 她跳下火车寻找孩子 临近陕西的火车却被官兵拦下 宣称陕西的灾民已经饱和 无力再接管 灾民纷纷跳下火车 慌乱中 劳动家舞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孙子 日本军人看着逃亡的人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发放粮食给灾民 让他们帮助自己 抵抗国民党军队 寻找孩子的拴住 因为帽子被错认为军人 厨子老马意外救下了他 他却为了夺回军官 随时丢弃的风车被刺死 心灰意冷的老东家 开始缓缓往回走 想死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 路上他碰到了失去妈妈同样孤身一人的小女孩 他牵起小女孩的手慢慢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70年后 小女孩的儿子再次提起1942年的灾荒 老人愣了半天回答 这些早醒的事我都忘了